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是直接用公式输出 所以公式输出就是把公式丢进去而已 不过你因为你隐藏起来 也没有人知道说你怎么写 但另外一个就是直接用VBA写 不过VBA写的话 实在是有点太复杂 因为里面会有三个回圈 所以这个城市仅供各位参考 我要把这一段城市放在云端上 我们大概看一下 这个城市里面怎么写 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里面的话 我大概写了什么 这个是用丢公式 那这个是用什么呢 用VBA直接写 就是没有丢公式 但是你可能后面会需要遇到几个 第一个for S 我这边S指的是工作表 从第二个工作表到最后一个工作表 可能它有很多个 那我们可以用sheets sheets.com意思说 它总共有几个 对不对 如果你有100个 它就会回复你100个 所以第二个到第100个 因为我目前只有三个 所以它返还 就会告诉你是三个 sheets.com 有没有 目前也有几个 它会告诉你123 所以return回来就是3 2到3 所以只有跑两次了 以这个来看 对它来说太简单了 因为两个你干脆用刚刚的方法就好了 但如果你有非常多的工作表 那你可能用这个方法 那里面的话当然一样 总时数 就是也是向下追踪 然后再去做比对 所以先去找入门班 然后往下追踪 然后做比对 比对什么呢 如果它B栏里面的资料 跟你现在要找的那个资料是match的话 然后呢 把它的C栏的资料 帮你带到储存格里面去 写法大概是这样的 只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 所以这个程式就放这边 仅供各位参考 在云端上也可以找到 所以这一段程式 待会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什么 这边有没有 这个VBA 其实是这一段 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因为这个写法其实是属于进阶 因为我们后面课程还有一个进阶 等于跨工作表应用 那如果要讲实在有点 如果你在学进阶的时候 我再详细说明 好 如果你有这份学义需求的话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 再来看那个进阶的应用 请各位待会 到云端上面 因为这个列集题 我是把它放云端 数学函数 里面有那个007 跟009 还有011 请各位先下载007跟009 记得前面这个是绿色的 你把它按右键 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呢 当然这一题 把它打开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产线人员工资之合 什么叫产线人员 意思就是说 部门嘛 里面不是产线一 产线二 产线三 这些都是产线人员 那问题来了 我们看到三米弗 你如果那怎么办 产线一或产线二或产线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特别注意 三米弗或者什么康里弗 或者什么异弗 它都有支援 所谓的那个什么关键字 有没有像我们关键 我打产线后面加一个什么呢 其实一个星号就可以了 START 就是不管产线 这边加一个星号就可以 所以这边最简单的方法是 其实你就是插入函数里面 用刚刚用过的三米弗 然后范围是跟这个一对 找这个 里面呢 如果criteria是产线一或二 所以你的输入方法是 记得这边可以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产线 但是产线有123 或者4等等的 那你记得你再加一个什么 星号就可以了 意思说后面不管几个 或者你可以用一个问号也可以 星号问号 那有什么差别呢 特别重要 如果你是星号的话 如果你还有产线11产线12 对不对 星号OK 可是如果你是问号的话 表示什么呢 它后面就一个字 所以1到9OK 10也OK 11就不OK了 如果这个是指的是 后面有一个字 后面有两个字 可以特别注意吗 那个问号的 这个星号是不管几个字 所以星号是不定长度 那问号的话是固定长度 看有几个字 那如果说你是放在后面的话 就产线1产线 如果说什么什么产线的话 那记得你前面也在加一个星号 就是什么什么 只要中间有 所以这个有点类似什么 像关键字 有没有像Google 你关键字搜寻 它只要里面中间有东西 它就帮你秀出结果 这个跟资料库也蛮像 所以其实这有点像 用那个什么 以色列来操作资料库 概念有点接近 OK应该知道了 所以其实只要一个星号 最简单 然后商量就是去找这边 这样OK了 然后基本上按确定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关键就是说 特别注意 你在使用SAMVIV 如果你不知道有什么 星号或问号的话 那很多东西 你可能做不出结果来 另外呢 还有变化2 这应该没问题了 请你再把这个复制一个 VBA 我希望呢 你可以把刚刚的东西 按下去之后 它就可以结果出来了 但是特别重要 你不要说直接丢公式 丢公式很简单 就是什么呢 其实这边可以写个RANCH 1 2 等于刚刚的公式 贴上就可以 但是太简单了 我是希望说你们 是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2到11 然后做什么呢 比对一下 如果它前面两个字 是产线的话 那就帮我把 它的C欄的资料 累加起来 所以这边可能会需要一个概念 累加 VBA里面怎么做 那个后面工资的累加 当然请你们先想想看 答案待会再讲 OK 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如果你VBA里面不会累加的话 那你很多东西做不出来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待会我会教各位怎么利用这个范例 去了解那个VBA里面的累加概念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这部分 那题目记得是在那个云端上面这一题 按右键下载 或者好像点它两下吧 它也可以从这边下载 反正方法很多 这边档案也可以什么 直接下载它的什么 也是有档案也可以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待会再看那个007的那个产线人员工资之合的VBA写法 那待会刚刚是这个007这一题的那个什么 特别是关键地方就是那个万用资源 信号跟问号 那这个部分跟资料库 里面的概念还蛮接近的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当然如果你的需求很简单 因为我发现好像大部分人都不太需要 还不太需要用它这么复杂的资料库 那当然你杀机不用扭刀 因为Excel里面就可以拿来操作 类似资料库的概念 就是记得那个信号跟问号的概念 这个还蛮重要的 OK 只要是criteria 其实都有支援信号跟问号 OK 这部分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VBA部分待会再说明 如果我要用VBA写刚刚的累加要怎么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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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